台中市卫生局抽验所谓的健康食品 结果发现一半含有西药 竟然没有公布 也没有强制要求全面下架 还让大家继续吃下去 系议员今天痛批卫生局 麻木不仁 隐匿实情 这些所谓健康食品 很多含有壮阳药 甚至痛风药 吃久了不但终身洗肾 甚至还可能会致命 这怎么健康法呢 卫生局回应说 他们是为了要保密查源头 但是你保密的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这一年以来让大家继续吃 会不会太夸张了 卫生局大动作调查 98件健康食品 高达47件参有西药成分 民众寻现到药局买 老板却说产品来源不清楚 好夸张 这一小小颗黑色胶囊 含有维尔钢成分 吃多了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台中市卫生局今年初查到 没有公布 业者还放在网路上继续卖 一半以上的健康食品都参有西药成分 这个男性壮阳食品 居然在台中市政府查到了之后 以送法办 查出含西药维尔钢成分 那到底是保密重要还是保密重要 现在是大家不知道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为了查源头 卫生局只提供给检方 不敢对外公布 但这一保密竟然长达一年以上 让民众继续买继续吃 这个理由就是说有时候 我们要是说走漏风生的话 可能这个将来要追查的这个线索会断掉 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 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最主要的原因 查了就放着不管议员痛批 简直是草菅人命 为了保密 连民众的命都可以不要 记者李宾斌娘少涵台中 传报报道